我們不是說職場 雖然是說男女 我們是說職場 如果你跟男上司和女上司的最大分別是什麼 有些人說很怕跟女上司 為什麼呢 男上司通常都將事情拖拖拉拉一輪 炒你也拖很久 升你也拖很久 吃飯也拖很久 總之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女上司又不是說 吃飯 不吃飯 炒 升 很快 我怕我有些女性 我炒人 我最高紀錄是想死 但我炒了她 感情上都是這樣 男性都是比較拖拉拉 女性比較拒絕 說分手 真的是分手 不能回頭 男性說分手 跟著又走得來 走得來又分手 分手又走得來 所以你看到阿薩 走得來一起的時候 女性都要肯跟你一起 所以阿薩和鄭忠基 我覺得肯定阿薩說分手 才分得一成 不是分不一成 就是終於哭到這樣 肯定是的 那個情況 你猜她肯定是 而且你會看到表面上的情況 就是分手也沒有什麼宣佈 結婚也沒有宣佈 這個謊話是錦令的謊話 你信不信她分手嗎 信 她要這麼高調宣佈分手 不是宣佈離婚的老友 我就覺得奇怪 你結婚也沒有告訴我 你怎麼分手要說 那當然要說給某些人聽 而且這個也不是阿基哥的決定 男人為什麼這麼高調宣佈 這些編輯就是在編輯房裡 猜猜猜猜就多了很多個風格 我也猜到 你讓我猜猜到 這是男女方形式 你做得傳媒編輯了 做得娛樂圈我絕對做得到 那就是你一個大邏輯 你凡是女人說分手 男人說分手 男人說分手 男人是分了都不知道 女人就很高調 分了 因為她等另一件相片 不是分了誰追我 男人是分了不分了不覺的 因為她和你走在一起都不覺 不過其實這個我也同意 男人是傾向在感情的事上 是優柔寡斷 即是在感情 當她已經去到一個複柔的階段 仍然是可以把決定押後她 直到於是又有什麼 乘兩船這種情況發生 乘兩船的情況 為什麼多數發生在男性身上 就是因為女性如果要去 第二個男人身上 一定會先飛到你 高調宣佈分手 所以這就是分別的 男人多數是留著這件 追那件 她不是留 她是不捨得殺 不捨得殺 現在那件又等著 她是在等著這個 自己主動放棄她 她經常希望決定是由女方 她維持一個大俠的風範 為什麼用大俠呢 你死也不是因為我殺你 於是跟女方經常說 其實是我配不起你 用很多好聽的說話 我最近聽到一個又是這個故事 你其實真的很好 是我配不起你的 這個女兒真的相信 我們是中男士的 你這樣也想 大家都找個好理由去飛 女士是不同的 要飛的時候 她很多很難聽的說話 都覺得得出 所以這個事實上 是男女之間的關係 不同的情況 而女方 因為可以說出事實 出來 就容易分手 因為那時候我寫 《遇上很出色的男人》那本書 我的編修都跟我說 她說 清年期又說 優柔寡斷一個大俠 結婚離婚又說 優柔寡斷一個大俠 好像重複了我的點 我就是重複 根本就是重複 你不重複 怎麼會讓人明白 男人就是不斷重複 不過我又覺得 年齡階段也有少許差別 雖然都是優柔寡斷 但是沒有優柔得那麼厲害 男性 當她年紀日長的時候 生命越來越短 開始她就覺得 喂 如果她的婚姻 真是處於一個很難頂的階段 她就較為容易一點 斬攬 這個電影也有說 李安其中一套電影 我不知道 推手還是什麼 其中一套電影 就講一個 林老入花蟲的男士 她已經有兩個女兒 還是三個女兒 突然間七十多歲 認識了一個女兒 然後 立刻就說要和老婆離婚 每個人都不明白 為什麼呢 人生孤短 是啊 我已經在前半身完成了我所有的責任 我現在要為我自己身處 這個也會有出現的情況 他說因為時日無多 事日無多 大限太厲害了 所以男士要等到時日無多 才可以脫離這個悠遊寡斷的 也不可以 一會兒 那天 是 感谢观看